疫情的一個持續的發展 那對整個航空業的一個影響非常大 那到目前為止 客運的部分大概已經減少超過99%了 受到中共肺炎疫情衝擊 桃園機場一片空蕩蕩 交通部拍板17日起 停用一二航下20個登機口 節省營運成本 並趁機擴大執行檢修作業 而各家航空業者也在逆境中求生存 繁分用客機載貨 民航局表示 從3月28日起 已經有19家業者申請 約1800架次客機只載貨案件 活機業者占約85% 其中長龍航空已率先通過客艙載貨審核 擴增貨運運能 因為就算期間的貨運的需求非常高 貨運需求非常高 那原有的貨機的部分 其實在之前的運能分配裡面 並不是那麼的充分 大部分都是用客艙的負商載貨 有些公司的 客機的附账載貨在做 那這樣的話可以提供整個 貨運的一個運能的提升 民航局標準組組長林俊良表示 客艙載貨的標準較嚴厲 目前採用的是不拆椅子載貨 貨物的內容重量體積都有限制 並要求客艙內至少要有一名管制人員 另外對於航空業的紓困補貼也同步進行 變了48.63億元的一個預算 特別調理的特別預算 那目前已經補貼了13.7億元 那這個達成率大概是28 那同時我們民航局跟陶器公司 對於業者的一個 房屋土地租金 還有其他費用也執行緩收的一個策略 副局長方志文表示 額度約500億元的紓困貸款 已有11家業者提出申請 其中包含6家國際航空 總合可金額495億元 其中華航長榮都申請到最高上限200億元 紓困預算會隨著疫情滾動檢討 並持續推出紓困措施 新唐人愛電視王光臨的黃臨風 台灣特別報導